深层式AI创作内容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应如何理定 我想您提的这个实际上应该从两个角度来回答您 第一个就是关于CHET GDP所训练的数据 在法律上是不是处在问题怎么掌握的问题 应该知道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欧美发达国家 对法律对知识产权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既然它有严格的法律就不能有侥幸心理 我举个例子日本的这个奥尼匹克 奥尼匹克的这个灰 实际是找到日本一个著名的一个设计 它来设计出来的 这位设计者呢 他呢其实是在一个这个欧洲的一个国家的 这个某一个这个标识吧 这个产生灵感了 然后呢他就设计出了奥尼匹克的这个灰 这个本想呢 他也就是说这东西很难就是被人知道 是模仿哪一个设计的 可没想到呢 在奥尼匹克都几乎这个快召开的前一年 才这个被检举 这东西是有知识产权的纠纷的 而且从几个角度来讲可以界定他是侵犯知识产权的 当得到这个之后 日本政府是非常的这个被动 已经花了大量的广告把这些标 这都这个散发出去 那么现在需要整个收回 需要整个重新再设计一个 这个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也是呢 就是说在知识产权上一定要注意 不能这个这个稍微有些这个疏忽 那么介于这种情况 咱们看看这个切特GDP 他这个所产生的一些作品 会不会侵犯知识产权 或者说我们怎么 这个怎么能够知道 哪些个容易侵犯知识产 哪些不容易侵犯知识产权 对这问题呢 这个我站在我们人物智能的这个角度 是来做进步分析 首先咱就分析这切特GDP 它有没有智慧 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谈到极其智慧 另外孙老师也提到了 怎么鉴定这个极其产生智慧 这个我们呢 由于这个在做自动驾驶当中 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可以让机器 在自动驾驶领域当中 能够产生智慧的这样一个算法 是从中呢 我们通过大量的人籍博弈 就机器有智慧 那么人和机器博弈 在博弈当中 我们对这个新的一种图灵测试的 这个判据 有了这个新的认识 就是说这个机器能不能产生智慧 机器是处在智能情况 还是智慧情况 要看机器的行为 人类能不能预先的预测 这个如果机器产生智慧了 它是处在一个各方都是最佳状态 人不可能在处理哪个问题上都最佳 另外呢 在损失这一个最佳的结果 不可能让人马上就能够判别出来 预测出来 所以这是判别你是智能 还是智慧的一个图灵测试的一个 判据 那么拿这个判据 咱再看切特GDP 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说切特GDP实际还都是在这个大网络当中 通过大量的预料上来训练出来的结果 它这答案也是来源于已有的这些网络上的一些知识 当然它可以在这里有些组合 有些个别的地方会让我们感觉到 它好像是上座 其实呢 切特GDP它所在最佳化这块呢 它实际上还是强化学习起的作物 那强化学习呢 它目前来讲还是绕不开图灵级 图灵级不可解的NP问题 所以呢 它不应该属于智慧的系统 是智能系统 既然是智能系统呢 就说这个它所得到的结果 多数来源于是网上的 哪怕是这个是一个网上的一个 可以讲是一个各方面一个知识的一个 拼凑 这里这个按照我们这个理论来讲呢 咱们通过切特GDP呢 产生的创作 应该是绝大多数是有这个 侵犯知识产权的这样的可能性 这是 由切特GDP 它是属于智能系统所决定的 如果它是智慧系统 它出来东西 那就产生的这个 创作的这个因素就多了 那么也不是说 这个咱用切特GDP都会产生这个 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 那么怎么就做出来 尽可能不侵犯知识产权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个日本呢 这个在知识产权的这个鉴定上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资料 我看完那资料之后 也觉得很明确 就是咱们如果要是 想利用切特GDP 创作一个这个 侵犯知识产权可能很小的 这样一个作品 需要首先就是说 我们尽可能把自己创作思想 输给它 然后呢 一些关键性的一些idea 也都输进去 如果这种成分越多 咱们出来的这个 通过切特GDP出来的这个成果呢 它会这个 侵犯知识产生的这种可能性呢 就就越少 甚至是极少 是可以这样界定的 这个问题是非常负担的 有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上的界定问题 甚至包括鉴定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就像咱们申请这个专利一样 这个审查员 是吧 他站在他这个不同的角度 是吧 他这个对你这个发明 是吧 都有不同的这个看法 是吧 如果你让他能够和你的这个想法 能够达成一致 不是说一次两次 这较量就能够统一的 所以一般这个申请专利 至少要和申请这个审查员要较量三次以上 是吧 才能够真正的搞清 你这到底是不是发明 所以这块呢 就是也是属于这个知识产权的 鉴定的复杂性 另外呢 还有咱们在应用切得技巧上的复杂性 但是啊 这个实事求是 就是说我们这个尊敬发明 另外我们的发明呢 这个应该还是建立在自己的发明 是吧 依靠机器的发明 是吧 或者依靠机器创作 我想呢 总不会是一个很 很光彩的 这种发明和创造 是吧 但是呢 就是说 刚刚您说的那个办法也好 就是说我先做一个 那做完以后 我看 是吧 在这个技术上 是吧 怎么 这个形成我自己的 再通过它呢 得到一些这个启发 是吧 然后呢 产生出一个新的创作 或新的发明 是吧 我觉得这样还是一个 这个可以考虑的 是吧 因为 从我的经验来讲 有很多大的创作 特别是这个有名的一些 design 就是设计的这个 这包括产品也好啊 这个原来我是挺崇拜 我说他们确实出来东西非常美 这个我也曾接触一个 给松下做这个电器设计的 最有名的一个 这个他是一个教授 是大阪这个艺术大的教授 是吧 我很尊敬他 我也让一个产品让他给我设计 这个设计一个我们那个 就是可以识别我们一个隐形码的一个识别器 识别出来以后我也非常喜欢 但是我问他你怎么设计出来的 就他告诉我他拿一个日本的就是突改叶的那个东西 他在这一看产生的这个启发 所以这时候我也感到也不是完全他这个大脑自己想出来的 他都是看了我这东西产生启发 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通过切磕GDP找到可以使自己受到启发的一些 这个素材也好 这个结果也好 从中呢 再产 通过加工再产生自己真正的这个创造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 也是利用切磕GDP进行发明创造和这个设计的创造 这也是一种一个工具吧 将来的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的智能吗 首先这个我想产出一个观点呢 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当中 特别是能够这个有一种让机器变聪明的算法之后 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所采用作用是不可低估 因为我是整个从咱们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初期 这发展走过来的 在我们当时来讲 这个我所接触的这个比如这个学的课本呢 是这个雨飞门 是吧 当时我们也是从这个TDI的这种门电路组成的这样的一种最基本的这个电路 实现一些受控机床的控制 是吧 后来呢 发展微计算机控制 是吧 这个到今天大模型啊或者是咱们这个这个网络这个在咱们一特网的出现之后智能的这个手机之后 这个可以说的这个当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技术如今应该如此这个登峰造极是吧可以讲已经这个在达到了智能系统的这个极端 那么冲越了智能系统的极端所产生的这个智慧这个AI系统 这个他今天看到的可以说就相当于当初咱们计算机我们当时只是雨飞门双碗电路 是吧 这个看半天不知道他最后多大的能力 是吧 这个但是经过半个世纪发生如此突破 这个我相信的就是咱们今后找到了这个可以让他产生智慧的这样的模型 这个应用前景是怎么预测也不会过大再有我们只是找了一个简单的 据说呢这个在世界上绕开头领基不科解的NP问题这个还有50多个啊这个如果把这些个一个一点一点都把它找到啊在整个咱们这个地球上是吧应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是再有呢就是说有了这模型以后在应用上还需要很多人的创造 把它呢能够这个生用下去 应该我按照我现在这个经历和我所能够预测到的 我觉得在这个智慧AI这个领域应该是规机的这个应该是一个最高阶段 这个但是人们希望就说计算就是咱们人工智能能不能产生意识 这个智慧AI是不能产生意识 他只是说在具体做某一个工作当中他比人还聪明 就像计算器比人算得好 当然这是一个低级的比喻 是吧自动驾驶能驾驶比人他要驾驶好 这是在智慧AI出现之前谁也不会相信的 但是他出来以后这就是一个现实了 没有这肯定可以做到的 是吧这个再有呢就是咱们AGV也好 这个传统的这个要激光雷达要等等 从通过咱们这个技术 他自己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选择他的这个行驶的这轨迹 这个方向 所以说呢就是坚信就是计算就是机器 在这个时代是很快就会实现机器超过 这个机器的IQ和机器的智慧超过人 这也是孙正义在2017年非洲手机大会上他预测30年之内机器要超越人类 我觉得他的预测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 这个下一步大量就可以在这方面 这个我们这个可以大踏步的在AI应用上可以往前走下去 但是呢这个机器产生这个意识这个这个层面也是大家很期待的 不客气说我过去是认为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在轨迹这种芯片下他这个形成不了 但是通过我跟这个美国的这个神经网络学家呢 这个交谈呢讨论的沟通啊 我似乎感觉到呢这个人的意识呢 这个产生也是可能的 可能的有个基本条件 就是说他们现在真正高层的神经网络的学派 他确实对神经网络的这个生物的这结构也好 激励也好 这个研究的非常深 他们现在考虑的模型还真是用生物学的这种结构 这种机理这个进行一些应用但是他们应用实际东西表现不出来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也就有些局限于在规机的这个这个层面上了 但是下一步很快会出现生物芯片 生物芯片出现之后 他们这些研究成果直接就可以进入到进入到这个生物芯片里头去 因为他们来源于生物 这个而且他们这个既然是生物芯片 这个能够做出一个像人大脑这样的一个系统 有可能实现 那个时候人的意识的出现呢 我觉得也不会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事 然后这是我的观点 我会不会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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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觉得我会不会真的有提准的事